213,《文匯報》,上海,喜莫過與宿縣得償 2015年7月22日記憶十一萬賴明我在舊社會 新社會兩次從事動畫工作,兩次導演過孫悟空大鬧天綱 際遇完全不同,體會之心是難以傾吐的 我再也忘記不了去年冬天大鬧天綱最後一場配音的情景 既得那一天,錄音亭內戰古東東,殺聲震天 上影樂團的樂師們熱烈地演奏著打擊樂器 發出強烈而有節奏的巨響 大銀幕上出現了見了幾百次的孫悟空 我仍然是遙有輕微地注視著他 那天的孫悟空似乎是格外的神彩翼翼 容猛矯健,只見他穿著我黃色的上衣 大紅的褲子,腰間促著虎皮短裙 撥紙上橫圍著一條翠綠色的圍巾 揮舞著金光閃閃的金曲棒 與腳踏風火輪的那渣殺成一團 羅古星愈來愈緊,好一場凶狠的屍殺 我目不轉睜地諸視著銀幕 情緒也愈來愈激動 狠獨善變的那渣那女是孫悟空的對手 雕塞了風火輪大回陣去 孫悟空只著龍背逃跑的那渣放聲大笑起來 我遇了一口氣 孫悟空的歡樂 勝利的笑聲突然一下子賺著了我的感情 一陣濃郁的幸福感 浸淫到我的全身 我也笑了 一年多來在紙面上與之朝夕相處的孫悟空終於生龍活虎地站在我的面前 二十幾年來一直耿耿於心 渴望能見之於動畫的孫悟空終於誕生了 但,不知怎地,我眼看淚卻是潤濕的 我感情激動,思潮起伏,時光倒流過去 回憶的場景迅速變換,清楚地亦起了在舊社會的經歷 把西遊記繪成動畫 特別是最激動人心的孫悟空大鬧天罡的一部分 是我二十幾年前就懷有的願望 在舊社會,我飽嘗辛酸 始終無法實現這個願望 我為之苦悶過 因為中日登波,到處遊說 確實遭到資本家的白眼 我為之恩喜過 有某資本家願意投資拍攝 我經知認知 花了半年多的心血 但到頭來願望還是成為拋影 資本家突然改然更張 夏令停止拍攝 因為物價飛漲 出售膠片藥品比食成影片獲利還要多 我為之絕望過 因為動畫事業到後來已經腰折 感到此生再也沒有可能把大鬧天罡繪成動畫療 解放後 在黨的關懷下 我又重新拿起畫筆參加到美術片的行列中來 最繁忙的的工作與學習中 這個一度死去的願望又開始復活 知長 要實現他的要求變得越來越強烈 但是感情又是複雜的 這是部長篇 成本大 藝術 技術要求很高 自己限於水平 把握不大 因而不敢謀言提出 講了解我的心情 在前年春天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我 在人力 物力各方面吸了我很大的支持 雖然西游記這部小說的豐富的想像力和獨特的藝術構思 很早就吸引了我 我對他是熟悅的 在舊社會 我也曾對西游記中的幾個主要人物作過造型設計 但是今天在銀幕上的孫悟空的形象 已經脫胎換骨 與二十幾年前我所想的孫悟空大不相同 當年我所想的只是從故事的新奇 趣味著眼 可能將孫悟空處理成喜劇式的小人物 再將西游記原著改編為大鬧天歌文學劇本時 我的體會也是狠心的 我與李克玉同志接到改編任務後 首先就產生感不敢碰的問題 我們研究了西游記前七回 認為含有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 雖然他是以神話形式寫成的 但反映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尖銳的衝突與鬥爭 因此在大鬧天歌文學劇本中 戲劇矛盾集中表現在 孫悟空與二玉帝為首的統治者之間 通過一系列矛盾衝突 孫悟空的勇敢機制 頑強不屈的性格逐漸成長成熟起來 但是,由於原作者思想的局限性 在前七回裡又還有一些消極和不夠完美的地方 特別是考慮到美術片的表現特點 如果不提煉原著情節,適當地加以改編 有選於積極的浪漫意義的光彩和深厚的主題思想 例如原著第四回寫有《猴王與遼亢X》 對話引出猴王嚴觀笑的一節 這女不僅對話多,缺小型體動作 不宜於用動畫的電影語言把他表現出來 我們在這一場戲中加入了馬天君這一人物 來黑滑滑滑天庭對他的欺壓 使孫悟空一怒之下反出南天門 加深了矛盾的意義 我們在觀摩兄弟劇總演出的有關西遊記劇目時 注意推陳出身,不落窩球 我們以動畫的眼光看到 各兄弟劇總演出取材於西遊記的劇目時 由於生理、物理等條件的限制 在時間空間的處理上 在形體動作表演上 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響 而動畫藝術上在這一點上 就具有其他劇總所沒有的特點 如上天入地、家龍俱鳳 三頭六碑、騰雲駕舞等 因而我們就應該努力顯示他的特殊性 在孫悟空的外形和內在品質方面 我們認為做到統一是必須的 但這個統一一定要包含他所具有的喉 神、人三者的特點 缺一不可,孫悟空是喉 首先具有喉的機靈活潑的特徵 但他又是神、具有人所不能有的變身遁形的本領 他的思想感情 卻又是具有現實生活中正值的人們的高貴品質 因此在人物形象的素造上 我們除了吸取各劇總的優點外 還給與必要的誇張和想像 在神話的情節和境界中 通過人物形體動作的表現 人物心理活動的刻畫 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 算吳空形體所人欲著的內在的力和豐富的性格 就有了充分顯示的機會 吸引以飽滿真實的感覺 就更能吸引人和感當人 這樣造在結合現實上 又能吸引以持拼想像的廣闊余地 根據劇本的要求 我們請將光與同志為大鬧天歌幾個主要人物作美術設計 光與同志的人物造型 形象古樸口重 動態生動有力 為影片平添了許多光彩 在場景處理上 我們注意到背景 氣氛必須為開展情職與人物性格服務 景的風格要求與人物的性格相統一 他既要吸收民間藝術的優良傳統 又要發揮想像創造力 要有裝飾味 但又不同於一般人間的東西 造型要求簡連中有變化 色彩要求統一中求豐富 以構成這一神話劇的幻想氣氛 因此表現天庭 則魂無夢讀 灰暗低沉 看來去無飄廟外強中乾 雖然建築豪華富麗 但死氣沉沉 有陰森壓人的感覺 而花果山 則是歡樂明朗 是先景也視樂圓 吸人以生機勃勃 賞心悅目的感覺 在景物處理上 而帶虛不移過實 這樣才能具有更濃厚的神話氣氛 取得較大的藝術效果 在情節處理上 我們注意配合劇情發展 節奏要明快 不拖泥帶水 混用了不小蒙太奇的手法 愚孝王拔取了定海神針 拱手轉身就走 龍王氣得一朵腳 指著遠去的酸吳空道 你強借我鎮海之寶 我要到玉帝面前告你一狀 畫光刻了 場景迅速轉到天庭 龍王蒲白在玉帝前訴到 求玉帝為小臣做主 場景的迅速變換對開展情節深化矛盾有很大的好處 人物對白既不完全像經劇的到白 也不像畫劇的對白 在對白上帶有韻微 有時美音拖長 表現了動畫的特點 在音樂方面 我們採取了民族色彩的樂調 混用經劇的打擊樂器和裸古點子 使人物具有較強的節奏感 我們食製組全體同志經過一年多的努力 畫稿近七萬張 終於使孫悟空的動畫形象出現在銀幕上 實現了我幾十年來夢未以求的願望 起莫過與宿願得償 發表於1962年 並且內容 並且在動畫中 並且有一個獎金 在行程中 會發表於1972年 沒有 改成的 。